咱们说到钱和利 其实谁都有钱顶的时候 这无论是怎么样的 咱们都得取之有道 千万别走歪道 熟练的操作拉货的推车 一气呵成的拉出仓库 你是不是完全看不出 这是小偷的作案过程 今日广东佛山三水某物流仓库 一批茅台酒被盗 这批茅台酒价值59万元 将近400瓶酒 竟然一夜之间不翼而飞 翻查监控录像 闲人所定为 这名黑衣男子 我们经过了解之后 这个仓库的防毒 是做得比较好的 第二个 现场的门窗 都是好的 没有被破坏 第三个 现场的货物之中 除了这个酒被掏了之外 其他位置是完全没移过的 到时的这个人 对现场环境是十分之熟悉 是属于来度的 最关键是他做的很明确的 是这个位置 你看他从这边看 看结果查有没有人 没人 他就直接又掉头了 他就偷了 民警逐一排查该公司内部员工 最终锁定一名刚离职不久的员工刘某 在次日 嫌疑人刘某主动投案自筹 嫌疑人刘某供述 由于自己欠下巨款赌债 因此冒险作案 目前嫌疑人刘某因涉嫌盗窃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通过卖给一些造酒的经销商 捉到那时 已经卖出了一部分了 追回了36箱 之后我们又再追回了18箱 一共追回了54箱 最终三水警方 共追回价值1500元 每支的飞天茅台酒 共216瓶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建议仓库这些放有高价值物品的 都是要加强这个直手 尤其是晚上